2018年3月29日综艺网络播放量排行,王牌对王牌第三季夺冠 2018年3月29日,周四,综艺网络播放量排行榜新鲜出炉,有四档节目播放量超过1000万次,其中王牌对王牌第三季播放量达1830万次,一举夺冠 第一名,王牌对王牌第三季,1830万次 王牌对王牌第三季有王源,沈腾带领热门IP嘉宾PK对战,有王源,沈腾这么两位王牌在,收视率肯定也是王牌了 从目前看,王源带队胜利次数远远超过沈腾,可能还是王源的影响力更胜一筹吧,沈腾队要加油了,不然输给王源是必然的了 第二名,快乐大本营,1497万次 还是熟悉的人,熟悉的菜,熟悉的味道,熟悉的排名,真是娱乐节目的长青树 第三名,欢乐喜剧人第四季,1101万次 东方卫视的搞笑欢乐节目,郭德纲主持,喜剧节目传递欢乐 郭德纲现在也算是喜剧类节目的金字招牌了,请郭德纲主持是正确的选择 郭德纲对这类节目的驾驭可谓得心应手,郭德纲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观众的观感 第四名,我是大侦探,1095万次 我是大侦探由何炯,吴磊,马思纯,邓伦,张若云,大张伟组成侦探天团 开启行径类意志互动推理 3月24日首播集取得不俗成绩,预计会更上一层楼 第五名,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,830万次 最强大脑之燃烧吧大脑是江苏卫视的脑力竞技知识类节目,刘国梁担任战术指导 节目具有知识性,可看性,收视一直不错 大家更喜欢哪一档节目?欢迎讨论